就像八字当中的七杀 那你看我们在学习八字都知道 七杀才是最贵的 它是最贵的 当官要当到大必须有七杀呀 要发财必须七杀呀 七杀代表千万级别 你看七杀的级别是最高的 比如说七杀过后呢 就是十杀然后就是财 这只是一个举例 就是我们要讲格局 讲层次 七杀成格财富级别最高 权力最大 十杀成格财富级别要小一点 财经成格是最穷的 所以有的八字你看他的财生都好 财官消生 他不负 但是十杀自杀呢 他就负得不得了 这种两个概念 一样的道理 你看前面有千军万法 前面的气场过于的蓬勃 过于的庞大 但你的气场太弱 你压不住他们 就像一个天平 就像一个天平 这边千军万马太重 离这边太轻了 不聚气 不长气 反而漏气 反而孤独 天平不平衡 你会被他压住 反而会由急穴成为一个凶穴 反而不可以用 但如果我这边能聚气了 我就能当了 就像八字当中 声望能当杀嘛 不怕 声乐就怕杀呀 但有硬可以花杀也可以呀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啊 曹生的陈述多 要看啊 在什么前提之下 如果你站得太高了 周围都没有邻居 没有左膀右地 也没有靠杀 那只能叫孤独 前面曹生再多跟你没关系的 重心捧月的格局 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重心捧月一般是出圣人 他不是出富贵之人 圣人不代表富贵呀 在屋子上面他肯定不富 但是精神上面他肯定是很富有的 但是你要想我们要求财 在索婆世界屋子上面得到满足 那么他必须要符合观难 才能挡住财气 要有了自己足够的气场 才能统领前军晚晚 才能足贵 当然曹生都会很好 因为曹生的话 在风水当中叫一重曹生 一代人 两重曹生 两代人 三重曹生 三代人 代表八十万 比较长 能发几代人 曹生多 代表能发几代 是这样子来看看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